在今天举行的第二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 中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总设计师刘继中介绍 我国天问三号任务计划在2028年前后 实施两次发射任务 实现火星样品取样返回地球 刘继中介绍 中国的天问三号任务在科学研究方面 将把生命痕迹探寻作为第一科学目标 在工程技术方面将火面采样 火面起飞上升 缓火交汇和行星保护作为关键技术 规划13个阶段 采取旧位和摇杆等探测方式 开展基于生命痕迹全链条要素的火星样品研究和数据研究 保证样品拿得回科学有发现 在行星保护方面 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开展前向和反向行星保护 确保不污染火星 不污染地球以及样品的原始性 刘继中介绍 天问三号任务将开展国际载荷合作 样品和数据共享 未来规划共同研究等三方面的国际合作 与全世界科学家联合开展火星样品和数据合作共享研究 联合各国或科研机构开展火星科研站的使命与任务定义 需求分析 概念研究 实施方案设计 以及关键技术公关等 共建火星家园